欢迎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有人质疑说呢 胡沐源下台是胡志强的戴罪羔羊 到底这个说法会不会成为未来选战议题的焦点 戴罪羔羊 这个说法你能够接受吗 那社会局公平吧 好不好 我绝对是一个担当的首长 我们碰到一个事情 绝对要追究原因 原因在哪里 而不是找一个人 或谁来做一个替罪的搞 尤其是重大案件 第一个时间点 我相信我的局长绝对不会不告诉我 他也不可能不告诉我 他不告诉我 我也要问他 问到整个答案是什么为止 苏家全今天把户口迁到丰园 正式要进入大台中市的选战的战场 昨天虽然他说整个事情不能怪胡志强 不过今天似乎质疑 胡沐源只是胡志强的戴罪羔羊 是因为情势也有所改变 说法也跟着变了吗 其实苏家全后半段讲的是没错 这也是问题癥结所在 胡沐源怎么可以 这个事情这个气上满下 我觉得怎么可以不告诉胡市长 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处理起来 某些人是对胡市长是不仁不义的 你把它塑造成说 自然重大事件发生的话 他第五天还搞不太清楚 那是怎样 他整个是状况外的 那有人讲说碾尸案发生的时候 胡市长也不知道 玩了好几天才知道 那代表说他长期对治安是搭不上嘎的 是无力也无能的 那这个警戒你就是自己私了自己去处理了 尤其这一次这个事件更是 明明翁秦南先前已经有讯息显示说 他曾经被人家持枪带走的 他赌场也有纠纷 如果说警察连这个层面的事情都没有耳闻 事后还去 不管是退休还是现任还去 而且休假去 休假时间去更诡异了 闹出一个大事情来以后 然后高阶警官护低阶警官 这个整个程序是不对的 那我觉得胡市长也不是说没有付出代价 今天胡牧原下台了 胡市长在这个事情上 不管是危机处理还有整个形象的这个损伤 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他要经过年底的这个选战 那选民就像打一张考卷的那个考题 如果胡市长考题答的不好 民众是要给分数的 所以他还是有损伤的 所以我们明嘴不只是批胡牧原 我们某种程度对胡市长这几天处理 也某种程度提出批判 那我要讲究说叫什么 光琴对胡市长提出批判的其实不多 至少我们尽本分嘛 其实这几天 其实这几天那个 辉文他对某些这个媒体处理 他其实是有他的意见的 但是我觉得尽本分就好了 那今天这个处理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说民进党这个部分 他们以苏家全来讲 他30号就知道了 那我要请教苏家全 这个苏参选人 你30号知道的话 你中间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质疑 也没有 还是说你认为说 这个东西让他们自己吵 有一些蓝营媒体 我觉得最近也蛮佩服他们的 他们就事论事在打 或是就事论事在访问几个关键角色 让这个事情浮出台面 那你前一天讲说 这个事情不能怪胡志强 那你今天 又跳出来好像某种程度 又要怪胡志强 那你自己立场 而且你过去做过内政部长 你那时候治安维护又是如何 难道只是弄出一个什么犯罪力林成长 让大家去做一做 这个假的这个报表 然后吃案 只是这样子吗 所以在这个立场上 我觉得民进党也不用在那边抢劲 认为说反正现在 谁都可以插上一腿 那我认为说未来 是不是我还是提一个庶民观点 因为我们这几天在台面上听到很多 什么要靠什么黑道仲裁者来平衡什么 然后下面画下去 也不得不跟黑道有某种程度的一个连结 是这样子吗 过去民国7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有扫黑嘛 一清二清然后后面治平嘛 那你现在不需要扫黑吗 你说三清 我觉得某种程度要耶 我一个市民观点 我们家人住在台中市 我不管是台中市 我还是其他地方 今天黑道变成说 黑白两道现在就 已经变成说某种程度是可以 和平相处共存共荣了 尤其黑道现在转型了 转型申请的话 今天这几个高阶警官 在事后的讲说 他后来我们能去抓他吗 他不过就是一个 申请公司的老板嘛 那可是我要问的就是说 汪秦南先前 只要有警戒的餐序 他就找小弟去送酒 送两瓶好酒去融络 那而且还派小弟在旁边等说 看他们怕他们喝醉了 还要送他们回家 而且某种程度他们也餐序 这个已经不是个案里面 我们在探讨说 陈文雄有怎么样 其他的林企丘怎样 林文武怎么样 以前这个部分是如何呢 你就整个警戒的问题 对 讯息就是说 汪秦南他这三年转型嘛 他跟警戒是 是某种程度有下功夫的 我们撇开这个命案不谈 是谁让他在那个餐序当中 送两瓶酒 谁又喝醉了 让他们的小弟送回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灰色地带 过去刘老大不是写一本书 江湖一本正 我最近把他拿出来翻 我也受益良多 他提到一个案子 是美国博林博文 他是一个混血 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讲 那时候有一个台中的首席 检察官告诉我们的刘毅宏说 那时候这个美国博 刘景毅 刘景毅 对 他那个美国博身上 手榴弹啊有长枪啊 什么军火旺盛 然后他去插赌 在那个赌场里面 这个纵横千里 他说警察明明知道 警察不管的 那有一次刘景毅他去看电影 这个刘老大那个江湖一本正经写 看电影 他去美国博委坐在旁边看电影 他说这是什么一个社会 那那是台中 大概70年代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还是一样呢 30年前 对啊 那你现在是不是 有了做赌博网站还是开赌场 赌场出现事情 你这个警察还到他那边喝茶 还去那边谈事情 谈事情 30年如一日都没改 对 这个文化到现在还是没改嘛 我来讲苏嘉全嘛 因为本题是苏嘉全嘛 因为我觉得今天苏嘉全的讲法 跟昨天好像判若两人 那我还记得 因为昨天还没签户口 今天签了 我记得 我觉得判若两人的讲法 都是为了自己的选举考量 那昨天主持人好像 还满称许他对 胡市长的宽容 因为你不止一次 问我们的意见 那今天又提到了 但是你一直都没有给我机会 所以我没有回应说 为什么他昨天 好像一个大好人 我觉得他是有想过的 他不是随便乱讲的 因为他在台中 看胡志强 这个支持度是玄虚很大 所以他的做法是 不喜欢搞成蓝绿对立 而且他如果宽容一下 对警戒 警戒不会把他当作是 这个是我们不要的 所以他昨天的讲法 就是整体来考量 讨好所有人 他要大书 他要向中间移动 大书并做比较不输 但是他今天 户籍签去了 他又回到 他比较是对立的方向 但是他有一句话 讲是讲对的 他说如果我是首长 我是市长 我的机长不敢不向我报告 因为你还没有当市长 你这机长会不会向你报告 这个无从求证 这个就贏了 那胡市长 胡武言没有向他报告 完整报告 没有完整报告 根据他们两个的说法 部分报告 就是部分报告 胡市长没有进一步追究 至少这一点让苏家全 抓到胡志强的 不啦 胡志强的工 报告之后呢 胡志强有问啊 他也有报告啊 查证中 他说查证中啊 可能吗 就算这样啦 但是现在就是这一点 苏家全至少相信了啦 这一点吧 苏家全就用这个来讲 苏家全相信啦 苏家全一样是门外汉 他现在没有关系 因为不管是真相如何 他这个是占了胡市长的便宜 胡市长哑巴吃黄年没有办法讲 但是呢 说这个是把这个胡武言逼下台 说是戴罪羔羊 我觉得这个不见得 他不是羔羊啊 他也没有戴罪啊 他是有责任的 有责任的 戴罪羔羔是说 本来无罪 亲戚去吃鸭子啦 这戴罪羔羔 这个怎么是戴罪羔羔呢 是一只有罪的羔羔 这个也不是羔羔啊 羔羔是很高兴的 那是羔羔的羔羔 有罪是无礼 他怎么是羔羔呢 还有呢 他说好像抓这只来 就不追究原因 就没问题了 原因还会继续追究嘛 所以这种好酸林 随便捡来的 占人家便宜的 便宜讲法嘛 所以昨天的输家权 跟今天的输家权 今天才是真的要上 战场的输家权了 好 先进广告